港南李家庄,能洗衣服,有洗衣件,有卫生间 下边停车场挺大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停车场 这有两台车,很方便的,待着很舒服 停车就是十块钱,不用电 用电是二十吧,是三十,我看看啊 这呢,用电是三十,不用电就是十块 不方便的 有两辆车,也怎么会员在这呢 一般的,别着的车,不愿意上跟前路去,不好 然后它这院比较小,但是它下边还很大 就是下边还有一个停车场,挺大的 这块待着特别舒服,然后这就是,这门就是水库 哎哟,哎哟,涨蜜了,这放水下边就是水库 这个水电庄可以做成扫码的,也比较方便 但就是价格太贵了 这就是西北坡,港南水库 不是,这就是港南水库,和西北坡还没什么关系呢 看看我的小摩托,准备骑着它远行一趟 因为它方便,快捷 这就是平山,李家庄 中国统战部就职,原来统战部就在这了 然后呢,这以前就是港南水库边上的一个小村庄 后来政府投了巨资啊,把这修缮的特别好 然后呢,这有咱们一个营地,一会咱们去李家庄的那个放尘营地 咱们去他那营地一会转一转 然后营地有些特产 这是哪里啊,看出来了吗? 距离石家庄车程一小时 看看这有多漂亮 只要一出来,溫墙就愉悦 在家憋着就个人不舒服 看着更愉悦 快改变我故乡的云了 距来有浪迹天 天啊 天啊